圣者为王 恐龙吃鸡 是什么让一百只恐龙玩起了绝地求生 我是小维游戏专家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被中国玩家玩坏的侏罗纪世界进化 玩家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侏罗纪世界 这些通过生物工程打造恐龙拥有高度智慧 能够对周遭环体进行思考 感知 并做出反应 玩家不仅要提防商业界点 还要面对恐龙出逃及破坏性热带风暴带来的威胁 所以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 经营好一座恐龙公园 才是本作的核心所在 这就是一款靠着开侏罗纪公园吸引游客 成为恐龙大亨走上人生巅峰的经营游戏 但在中国玩家看来 这种玩法就一个字 俗 别的不说 作为基建狂博 咱们先得在公园的建设上搞出点特色 先修条轻轨 方便游客参观 这里拐个玩 这里来个上下坡 完美 你这轻轨路线怎么像是过山车的呀 不对 恐龙呢 你怎么造起了过山车来了 既然叫侏罗纪世界不养恐龙 就太对武器开发生了 一位玩家发现啊 在游戏中可以将恐龙进行混种 诞生出新型恐龙 因此他决定挑战学术界的态度 推翻达尔文的神物进化论 研究恐龙生命的真谛 但从哪开始呢 八王龙和薛本龙能配个什么龙呀 南菊和剑龙能配个什么龙呀 吉罗和三角龙搭配又是什么龙呀 所有的恐龙加在一起 能不能生个哥斯拉啊 然而有的玩家看不上一般的恐龙 要养就养最猛的 因此斗龙场因运而生 却到一个场地里 通过擂台赛决出最强的恐龙 让恐龙一为一对决 不仅能看出恐龙的攻击力 还有体力战斗技巧 等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能打到最后一定是最猛的 还有名玩家 他看到了斗龙场后 举办了恐龙版绝地求生 上百只恐龙丢在一起 优胜擂台 看谁最猛 上百只恐龙厮杀了场面 堪称壮观 猫吃鱼狗吃肉 小恐龙打大怪兽 若有强食的法则 在这里展现的淋漓精致 经过激烈的竞争 比赛来到了决赛场 场上只剩下暴虐龙和鸡龙 双方相互试探 讲齿不下 在这最终的王者之战中 谁也不敢轻易动手 但随着围栏的不断缩小 这场对决在所难免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更让这场王者之战 充满了耻尸感 只见暴虐霸王龙 出其不意一招所护 将鸡龙斩于马下 果然 纯种是打不过便衣的 让我们恭喜暴虐霸王龙 大吉大利 紧满吃鸡 虽然这名玩家举办的 绝地恐龙争霸赛 圆满落幕 但由于恐龙数量 急剧减少 导致猪罗际公园 成功破产 此时此刻 我只想说 期待下一位破产的选手出现 你还知道哪些 被玩坏的游戏吗 你有什么想了解的 奇葩游戏吗 关注小游戏专家 带你看绚烂敏风的 游戏世界 评论私信 通通砸过来 我们将在评论中 挑选视频的内容 以及话题 说不定哪天 就pick你了呢